快看眼前这个喜欢抓鳄鱼的老头 在发现几个陷阱都是空的后 连忙就找来了自己的好朋友 让他开着自己的直升机 来到自己的上空观察鳄鱼的所在 而这个办法也很不错的 成功找到了很多的巨鳄 随着捕鳄机在路易斯安那州展开 猎人们也狩猎了一段时间 如今他们的鳄鱼体型平均排名 也都在了9英尺左右 为了排名继续往前冲刺 丹尼尔和多利安前往了最可靠的地方 而这里的水十分的深 很显然就是那些大鱼最喜欢的地方 可两人在这里待了很久 却没有看见什么鳄鱼 这让两人十分的担心 甚至好不容易看见一个掉了的陷阱 多利安上前将绳子一拉 发现上面的诱饵竟然还在 但这时多利安却有了不一样的发现 那就是在眼前有条痕迹 而且还是巨型鳄鱼留下的 两人在跟着走了段距离后 发现竟然是一处小池塘 但这里的阻碍太多 他们的寄定船根本就进不去 两人只能无奈返回 而在另一边的罗尼和蒂米 也迎来了阿什利和安娜的回归 由于罗尼的标签剩余的太多 只能向两位美女找来帮忙 但为了给这枯燥的工作加点趣味 双方决定进行一个比赛 那就是谁今天的鳄鱼平局值最高 输者要请赢家喝酒 为此罗尼的船早早的就做好了准备 只是他的驾驶员还没有上船 随着双方的出发 他们的比赛已即将开始 对于这场比赛 罗尼充满了信心 随着两人到了第一个陷阱前 蒂米将绳子拉起交给罗尼 立马就将水中的鳄鱼拉到了水面 并开始和其展开了较量 虽然鳄鱼的反抗十分的激烈 甚至还差点跳上了船 但在罗尼的控制下 蒂米成功找到了机会 直接就送起前往了天堂 让他在那里享受生活 将这条巨鹅拉上船后 两人感觉今天肯定赢定了 并不止因为这条巨鹅的原因 而是因为他们的秘密武器 那些已经开始腐烂发臭的鸡腿 但这个味道属实让人有点上头 与此同时的布鲁斯得到条秘密消息 那就是这片水域有好几年没人来过 但当他看到第一个陷阱时 却发现上面的诱饵却还在 可这里已经有好久没人受敛 这种情况让布鲁斯感到很奇怪 但好在这事情并没有持续 第二个陷阱上有着鳄鱼 布鲁斯立马就上前将鳄鱼拉起 并将其控制在船边 随着布鲁斯把枪拿起 鳄鱼也该知道自己的命不久已 随着突然的一声枪响 这条鳄鱼被布鲁斯拉出了水面 会对他的成绩产生影响 但鳄鱼已经上船没有办法 只能先将寻找其他的巨鳄 可在布鲁斯前进时 他发现自己来到了一片死鱼面前 看着这里成片的鱼群 布鲁斯知道为什么陷阱没有鳄鱼了 毕竟他们在这里只需要张嘴 就可以完完全全地吃饱 而在北边的安娜和阿什利 为了可以赢得这场比赛 还有在罗尼面前吹牛的资本 两人必须要十分地努力 随着阿什利将船停下 一条体型十分巨大的鳄鱼出现 可他却趴在了陆地上 这让两人一时间有些难受 但却不想放弃这条巨鳄 虽然这条鳄鱼十分地凶险 但好在最后的结果是好的 只是将这条有九英尺的鳄鱼拉上船 还是有一些困难的 虽然这条巨鳄并不小 但两人还是需要更大的鳄鱼 才能在这场比赛中拿下胜利 而在另一边的罗尼和蒂米 将幼儿换了五六个后 两人回到了第一个陷阱前 查看一下再更换了幼儿后的结果 当蒂米把绳子拉起交给罗尼后 鳄鱼也被吸拉到了水面 但这条鳄鱼却只剩下了半截身子 这下把罗尼整个人都给干傻了 根本想不到这里竟然还有条巨型鳄 毕竟鳄鱼本身就在食物链顶端 而那些体型巨大的鳄鱼 又十分喜欢吃小型鳄鱼 两人知道必须要将那条巨鳄抓住 不人以后的陷阱上 肯定会有很多是残缺的鳄鱼 这十分影响两人的刀勒赚取 还有这个赛季的比赛 镜头一转布鲁斯如今换了个地方 不愿意在那群死鱼面前抓鳄鱼了 可在那里浪费了太多的时间 如今的布鲁斯有些饿 于是将船停在了一小片蘑菇下 将其从树枝上割下 在经过简单的清洗后 裹上淀粉直接就下锅油炸 再将其榨至金黄就可以出锅 而像这种十分新鲜的美食 在沼泽中很少有的见 而在另一边的丹尼尔和多利安 在发现鳄鱼都出现在上面地方后 丹尼尔找了一位老朋友科迪帮忙 而这个人也开着自己的直升机起来 随着双方在路上见面 丹尼尔也向其讲述了自己的困难 并希望他可以在那片水域上放 通过螺旋机的振动 把那些潜藏的鳄鱼逼出来 科迪在听后十分自信地表示 这些事情都是小问题 随着直升机再次升空 双方开始向目的地挺进 很快他们就到了池塘附近 科迪立马就调转机身 并悬停在了池塘上方 开始通过螺旋桨的振动驱赶鳄鱼 而那些鳄鱼很快出现在了水面上 甚至还有条巨鳄跑了出来 丹尼尔和多利安在看见后 立马就开船靠近鳄鱼 多利安也立马就将三角勾抛出 随着勾子成功命中 多利安立马就重新将其拉到水面 虽然鳄鱼已出现 就激起了很多水花 但这也就是虚张声势 丹尼尔直接就上前给了他一枪 了结了这条鳄鱼的生命 随着两人将这条巨鳄拉上船 丹尼尔现在对自己的天才般的想法 表示了高度的赞赏 而不在沼泽中的黑兰博 突然收到朋友布莱克的求助 他买了一些东西 想要黑兰博看看 很快他就开车到了码头 并在这里见到了布莱克 两人在打过招呼后 布莱克就将自己买到的东西拿出 分别是一把老师左轮和一把刀 黑兰博在看过后 表示这是一把史密斯威森公司的 而且还是制造的第一批枪 但布莱克十分好奇 他现在直步之前 对此黑兰博也不是很清楚 但表示肯定价值不菲 为了早点了解这些东西 黑兰博立马就开始出发 而他要寻找的就是迈克 与此同时的布鲁斯 将所有陷阱都进行转移后 开始对这些进行查看 很快就发现了一处有鳄鱼的陷阱 随着布鲁斯逐渐的靠近 鳄鱼好像感觉到了什么 但还是被布鲁斯通过绳子 拉到了船边 看着这条体型不小的鳄鱼 布鲁斯再次掏出了滑轮 将鳄鱼掉到空中后 直接就将其拉上了船 而在另一边的罗尼和蒂米 在经过臭诱饵的诱惑下 两人收获到了不少的巨额 随着两人在到达一处陷阱前 蒂米立马就上前将绳子勾出 再经过罗尼的拉拽 鳄鱼很快就浮出了水面 并将其死死地控制在了船边 即使鳄鱼在那不断地翻滚 但还是无济于事 甚至还被蒂米找到了机会 直接给一枪解决了生命 而这条有着11英尺的鳄鱼 让两人更加有心心赢的这场比赛 而在另一边的丹尼尔和多利安 已经成功抓到了五条大鳄鱼 而这也很好地证明了计划的成功 这时两人发现前方出现条巨额 多利安在靠近后 立马就抛出了手中的三脚钩 并且成功地将其钩中 将这条鳄鱼拉上船后 两人发现这条体型竟然有着12英尺 而这也让他们十分开心 能够得到科迪的帮助 与此同时的阿什利和安娜 也来到了一处陷阱面前 靠近后安娜立马就上前勾绳子 并将水中的鳄鱼拉到水面上 但这条鳄鱼的反抗太过激烈 不仅将自己藏在船下 还在安娜不住一时猛地用力 差点把机给拉到了水中 但好在安娜技术高超 不仅将鳄鱼拉出还将其拉起 让一边的阿什利找到了机会 直接就赏了一粒花生米 两人在稍微庆祝后 就将鳄鱼拉到了船上 看着这条十分巨大的鳄鱼 两人知道就这一条不足以打败罗尼 必须还要找到更大的鳄鱼 而在另一边的黑兰博 正在前往朋友迈克家 去看看那只左轮手枪和大砍刀 随着长时间的路程 黑兰博也到了迈克的家 将手中的左轮递过去后 迈克仔细一看 发现是1903年左右的东西 但这把枪并没有什么价值 这时迈克又发现了黑兰博的刀 在结果后仔细一看发现 并不是什么大砍刀 而是一把刺刀 而且很有可能是内战期间的 装载在枪支上面的刺刀 并且这种刀是当时专门制作的 虽然现在看起来比较老旧 但价值却只几千刀了 虽然黑兰博很惊讶这把刀的价值 可这把是布莱克送给他的 而在另一边的丹尼尔和多利安 在经过科迪的帮助下 抓到了十分多的鳄鱼 但现在科迪的燃料即将耗尽 只能提前返回到港口等待 这也代表如今这两人现在没有了帮助 但好在两人到了之前布置的陷阱前 他们十分相信 这下面有着大鲤鱼 因为科迪可是一直在这附近盘旋 随着多利安将鳄鱼拉出水面 而这条十分巨大的鳄鱼 也证明那些巨鳄如今离开了池塘 虽然现在没有了科迪的帮助 但它的存在也没有那么重要 而在另一边的布鲁斯 自从降掉鳄鱼的陷阱转移后 已经有了很好的收获 但现在还十分担心眼前的陷阱如何 可在靠近后将绳子拉起 布鲁斯那悬着的内心也安下了 再看看那不小的鳄鱼 感觉这条的力气属实不小 但还是比不过沼泽老兵的布鲁斯 直接将其高高掉起 然后对着脑袋就是一发子弹 看着这条不小的鳄鱼 布鲁斯十分的高兴 不仅保证了如今的水平线 甚至还有可能变得更加高 与此同时的罗尼和蒂米 虽然已经抓到了很多的巨鳄 但罗尼还是十分担心 怕最终彼食的时候不若阿什利 于是在那不断的祈祷 祈祷眼前的这个陷阱有大鱼 随着蒂米将水中的火拉出 看着这条十分巨大的鳄鱼 两人瞬间就有了信心 实在没想到在这最后的一处陷阱 竟然还有这样的大家伙 而在另一边的黑兰博 正在返回港口寻找布莱克 虽然在早上的时候 布莱克答应把大砍刀送给了自己 但这把刀毕竟十分贵重 黑兰博还是决定将其还给布莱克 在到达码头看见布莱克后 黑兰博先是卖了个关子 看着布莱克那十分好奇的样子 还是把左轮和大砍刀的价值讲了出来 并且将这把刀的来历说出 布莱克在听完这些后 十分感谢黑兰博的坦诚和大气 连忙就要将其带去好好喝一顿酒 而此时的布鲁斯在抓到不少巨鳄后 还是想要抓到条大鱼 随着布鲁斯来到一处陷阱前 立马就将水中的鳄鱼拉出水面 再看见这条体型十分巨大的鱼 布鲁斯的技术猛的就提高 直接把鳄鱼提到了水面 给其脑袋就是一发子弹 将这条鳄鱼脑袋提出后 发现这条有着12英尺的大小 连忙就将其往船上拉 生怕这条鳄鱼会被谁偷偷弄走 而如今的丹尼尔和多利安 看着这满唇的鳄鱼 两人那是十分高兴 甚至都觉得如今就可以拿到第一 但还是来到了一处陷阱前 多利安也立马开始拉拽绳子 看着这条十分巨大的鳄鱼 两人憋了口气 直接就将其拉上船 可在完全拉出来后 发现这条鳄鱼的尾巴竟然很短 这让两人痛失了很多长度 不过好在还有十英尺的大小 随着两人重新返回了码头 科迪立马就上前观察两人的收获 看着眼前的这些鳄鱼 科迪那是十分的自豪 一边的丹尼尔也表示 要不是因为你不可能有这样的收获 想要科迪今晚就过来玩 而在另一边的罗尼和阿什利 比赛也来到了关键时刻 随着阿什利和安娜亮出 发现自己最大的鳄鱼 有着十点二英尺 罗尼虽然对这个成绩很惊讶 但当罗尼和地米亮出后 讲出了自己这条有着十一点八英尺 很明显罗尼和地米两人赢了 随着今天的狩猎结束 众连人的成绩也出来了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点个赞 我们一起期待下一期精彩节目吧